因应网络时代来临 彰化线政府结合民间资源 与财团法人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 共同合作 推动数位爱的书库 目前彰化线设置两个据点 分别是分元国中 以及元斗国中小 提供了60台的平板电脑 还有6组充电箱数位设备 供学校落实数位阅读 并且作为研习跟工作方的办理场所 进一步培训相关的实资 请接牌 大家共同为数位爱的书库接牌 彰化线政府首都与财团法人 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合作 与全彰化设置两座数位书库据点 分别在分元国中 元斗国中小 提供了60台平板电脑 6台充电箱数位设备 提供学校推动数位阅读素养教学课程 并作为办理研习及工作方 培训教师的使用 我想学校能够发展的好 也有我们有赖于地方人士的一个支持 我们一起努力来建构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学得更框 学得更滚 然后能够变成国家的栋梁 美好彰化 希望城市大家最会来泡面 政府资源有限 民间力量无穷 县长王惠美 由衷感谢所有给予资助的人们 过去提供给彰化县28座爱的书库 以及一座英文书库 现在又募集两座数位爱的书库 给较偏乡地区的学校 缩短了城乡学子的数位落差 从老师开始 然后老师怎么来带学生 能够正式的走入到数位的阅读 大家都知道数位无远佛界 所以我们现在都还鼓励训练学生 去做比赛 比如说出个什么问题 他去找解答 然后再串联起来讨论 然后发表 这次台中市同综合医院副院长徐少克 也响应县府推动阅读 主动发挥爱心 捐赠分援国中10万元套书 也期盼能够达到泡砖引玉效果 鼓励大家一同奉献爱心 接着重新展华线采访报道